歡迎來到我的行銷大學檔 今天來到台北 台北的街頭 明天要去參加 要去看今年的Computex的開幕活動 下午需要去聽一個創新 現在有創新 在電腦能工智慧這塊創新的論壇 去年也有來參加 去年參加主要是來看那台Lambo 可是你知道 那台Lambo讓華碩跌了一大叫 今年都完全沒有聽到這些廠商 關於機器人的一些訊息 但是還是有其他 其他廠商有一些新的東西來看 所以今年還是來看 那今天要講的一個主題是 關於題目有關於台灣電子商務的未來是在哪裡 昨天我有發了一個訊息 就是大陸又釋放了一個 有關於電子商務的政策出來 然後直接就吸引台灣的電子商務的人才 還有商家直接去大陸進行大陸電商 他的政策名稱叫台商走電商 那意思就是要讓台灣的這些廠商 不管是你賣什麼東西都可以直接跟大陸做結合 大陸的電商做結合 然後直接他之前是我們是以阿里巴巴做為條件 可是他在這個政策裡面 他直接是跟京東做結合 就你可以用京東的一些機制 然後直接在京東裡面去開個台灣 台灣名牌廣 台灣名品 這模式 這模式來做 對 然後今天 這樣講的是 OK 所以他這種方式 是直接讓台灣的電商一直挖過去 我之前也是講說 台灣的電商 在國際這一塊 你如果只純粹說 我OK 我只賣台灣 台灣自己的 自己的 裡面 台灣自己裡面的一些 顧客 那OK 那如果你面對的是 全世界 你想要賣到全世界去的話 那 我已經說過 大陸已經把這種機制佈置好了 我們只要借助大陸的東西 去開展出來就好 那之前也一直在推 推大陸的阿里巴巴 那 現在大陸政策也直接在推 用跟京東做結合 阿里巴巴之前有一個台灣管 可是經營的一直不是很好 所以被 有點被廢掉了 那現在大陸又把這京東 用京東的模式去弄一個台灣管出來 那我感覺是 這是有一個政策性的支持 那這 我是感覺大家可以來試看看 第二個是 在 昨天也講到說 台 大陸在 恩台商 我們台七年 在大陸的 江蘇南通 開設了一個 也算是大陸政府單位支持的一個 台灣電商 大陸電商的示範區 那這直接就是我們台灣商裡面 直接用我們的人才跟台灣的商品 或是一些台灣的一些物品 直接去那邊做加工 直接做電 然後從那邊直接發展到全世界 我感覺這也是一個好機會 我覺得 那記憶這兩個 台灣 如何 政府如何來協助我們台灣電商 這真的是讓我感覺有一點 有一點憂心 他這樣子做我昨天說過 第一個 台灣真的大陸真的是用錢 用力 政策利益 在收買台灣的人心 那台灣的政府 如果再不積極一點是 真的沒辦法 會失明星 現在已經明了這麼多 然後再讓其他單位 感覺台灣沒辦法協助人民過勝 我們不要說大陸會去拉攏人心過來 拉攏台灣人去反政府 但是只要他認為說 為什麼大陸 我在大陸可以做好更好生意 在台灣 我竟然沒辦法做生意 而且政府還在拉我後腿 這種信用如果產生的話 那 這政府也不用玩 我跟妳講坦白 現在目前真的講了 有些政策是台灣的政策 跟不上對岸的政策 那你會說 對岸政策可能不肯定 那我們不去理會大家 至少人們要的現在是 人吃得飽 賺得到錢 OK 那你如果政策都不明確 只是在那邊炒這些東西的話 我感覺是 會讓人民的 信心值度會下降 OK 那今天原本要講兩個議題 另外一個議題 我留下明天講 就是我們的 如何電商能讓你做 讓像大陸用到剁手 剁手我們有買東西嗎 要剁手這個現象 台灣現在已經到達這個境界 這個環境了沒 我們明天再來討論 OK 那今天就在這邊 我們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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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